学习语言遇到困难? 不如让母语者直接教你吧! 哈喽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这边念 如果你是学生 或正想要学习一门外语 那你就要认真看我这一集了 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款 学习语言的apps Hi Native Native的意思是当地人 Hi Native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可以向当地人学习语言的应用 你可以透过这个apps 学习超过110多种的语言 包括了中文、英文、日语、韩语、泰语 还有马来语 和一般的学习软件不同 Hi Native不会让你背单词 学生字 或者是直接使用这个词库 来翻译你不懂的字 这个apps是直接向母语者 学习还有交流 你可以向母语者提问 任何有关语言的问题 那它可以透过文字 或者是语音的方式 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可能会觉得 现在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网络词典 不是很方便了吗? 我为什么还要在线等人回复 这么麻烦? 我觉得以目前的科技 电脑翻译还是没有办法取代人工翻译 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翻译出错的笑话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电脑翻译所闹出来的 这是因为电脑很单纯的逐字翻译 它没有办法考虑到语境的问题 向母语者学习就不同了 那母语者的这个语言理解能力 肯定要比那些网络词典好很多 Hi Native的用户也超过100万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问题 没人解答 说了这么多 马上给大家示范如何使用 Hi Native的这个语言的界面呢 是根据你手机的这个语言 那如果你想要切换语言的话 你就要先换掉你手机默认的这个语言 那我用的这个是安卓的手机 那其实你也可以透过Apple Store来下载的 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呢 来使用他们的这个软体的 那登录的话分别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Google Facebook Twitter或者是email 那我本身是已经注册了的 那我在这里就不示范那个注册过程 因为非常的简单 那我就直接使用我的Facebook来登录 那这个App呢 主要是靠Q&A来学习语言 那在个人设置这里呢 你首先要设置你的这个母语 那我已经选了是简体中文 流利 然后我有兴趣的语言是英文 中文还有马来文 那在Home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任何有关 英文的Q&A 马来文的Q&A 甚至还有就是我的母语 简体中文的这个Q&A 像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母语是英文的人 他们想要学习中文 然后他们就问了一些问题 像这个人就说 How do you say to feel you don't have energy like when you are sick in Chinese 我们点击来看一下 哦 已经有人回答了 感觉你没什么精神 那我觉得他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我就可以点赞一下 那如果你不满意他的答案的话 你也可以回答 你也可以用语音的方式 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回答 那我现在就尝试用语音的方式来回答 感觉你没什么精神 然后可以发送 好 我们回去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us 那这里呢就有一些问题的表格 那他已经有提供一些模板了 那你问问题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像第一个就是 How do you say this 我们点开来示范一下 好 那如果我想要学英文嘛 那我就问 How do you say this in English 我就打一个华语字 叫例如什么好呢 绝望 英文怎么说 然后我就可以打 嗯 绝望 然后呢我就可以按 Post 然后呢我就可以等待别人的回答 好 过了5分钟 终于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了 那他这里呢就是回答 Despair 那Despair的意思应该就是失望吧 那我就给个赞 那这个Apps好玩的地方在于 它是有积分的 大家点开你的profile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Quick Point 一个叫Quality Point 那Quick Point的意思呢就是你回答别人的速度 那Quality Point呢就是你回答别人的答案的这个质量 就是如果越多人采纳你的答案的话 你的这个Quality Point就会越高 那如果你回答别人的这个问题越快的话 你的Quick Point就会越高 Hi Native呢是免费下载的 但是如果你要解锁更多专业的功能 你就需要付费了 例如你想要你的问题更容易被人发现 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到广告 那你就要付费了 我认为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认识某个生字 你直接去查那些网络词典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认识那个单词 例如这个单词可以这样来造句吗 或者是我念起来发音自然吗 这个Apps就能帮助你 这个Apps好玩的地方在于 你是跟真实的人交流 你可以得到跟电脑字典不一样的答案 而你在学习外语的同时 你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学习你母语的人 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概念 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咧 如果你对这个Apps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这个Description下面 点击下载 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影片 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疑问 也欢迎你留下 最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